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中国汽车报给我一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下 基于专编云协同的智慧道路 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是北京云南大学和中国信科集团下的大同信中 北京云南大学有一个网络与交换技术改正的展示 我们是专门来进行交换与智能控制相关技术的研究 该实验室在上世纪90年代创建 到现在已经成功运行了将近20年了 我们的实验室的创始人是陈靖昂院士 目前的实验室主任是张平院士 而中国信科早年是4G的 3G的TDSCDMA的这个提出者 也是4G的这个主导者 那么近年呢 在陈山芝副总台的这个支持下呢 是在全世界首先提出了LTEV 这种车联网的这个技术 目前呢 大同信通是中国信科集团下的专注于进行车联网智能交通服务的一个公司 我们北游和中国信科合作呢 重点想围绕在 基于LTEV 基于未来的CV2X的车联网 来展开相关的技术和这个实践的研究 大致呢我们会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今天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聊一下 智能交通系统的国家的战略和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其次呢是自动驾驶和智慧道路的一个特征 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围绕着这个来展开智慧道路未来将会一个什么样的建设方式 最后呢再探讨一下智慧道路目前的一个进展状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看第一个 智能交通呢应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真正活着了起来 因为这个交通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一个问题 交通随着这个车辆的增加 人们生活的日益的这个增强 那么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等等 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著的一个社会问题 比如说前前两年 那么中国呃在整个的这个交通环境中的这个事故率 呃达到了每年上万次 呃可能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一些这个 什么其他的呃疾病啦等等一些问题 呃在上世纪90年代呢 美国呃应该说是在中交通发展的比较前沿那个国家 呃早年在传统的中交通领域呢 美国提出的战略 实际上是DSRC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呃 传统的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 呃他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会相对弱一点 但是他的车的保有量呃车的这个数量 所以美国最早先提的智能交通的这个基本战略呢 更多的是面向于车的智能化 比如最早的这个无人驾驶 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车的智能化车的网联化 到呃18年左右的时候呢 美国提出了一个未来的ITS的这个战略计划 希望在15到19年之间去实现一系列的ITS的基本的功能 包括车的网联化和自动化 那么他重点考虑的是呃车辆的这种设备 与路测设备的这种互操作性和数据的采集 与相应的这个应用 呃目前最新的美国的ITS计划呃 是这个ARK IT的8.2版本 这个是18年左右提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体系下呢 他重点强调的是将通信的视角 物理的视角功能的视角应用的视角等等 去衔接在一起去打造一个跨系统跨功能跨用户的一个无缝协同的这样一个体系 呃这种体系和呃传统的智能交通是有一定区别的 传统的智能交通呢更强调的是呃系统的可视化 而呃这种ARK 8.2的这种版本 这种体系迎合的是美国未来的这个呃展望2045里面 他所提出的是这种泛载的协同的智能交通系统 他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呃 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希望通过协同和车载的这个智能 来避免传统的交通事故和交通用户的问题 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发展趋势 相应的欧洲呢呃传统的欧洲和美国基本有一点点区别 也就是美国呢更注重实用性欧洲更注重这个协议体系的这个完备性和超前性 这个从呃移动互联网或者说从3G4G5G它的这个发展体系也能看出来 3G4G基本的这个竞争结果呢都是欧洲这个体系 在3G的时候欧美还有这样的这个实力相互竞争 到了4G和5G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欧洲主导完成了呃未来的这个呃移动电信网的这个标准 那么传统美国的标准呢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制 因为欧洲比较注重大规模的成体系的这个建设 在呃自动交通方面呢实际上也是有类似的这个倾向 欧洲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成立了这个自动交通的推进组织 呃逐渐逐渐发展之后呢 它的发展的体系逐渐和美国就有了一定的不同 因为美国很明显的是大规模的呃私家车的数量和超大的 我们的超广泛的这种交通运输体系 而欧洲不一样欧洲呢呃 国土面积狭小 所以说他更注重这种精细化的交通的管控 因此在欧洲的这个体系中在他的2030的这个展望过程中呢 他们期望的是建立一种以CVX为基础的呃车路协同智能 通过这种全局的协同呢完成交通的主动控制呃 所谓的主动控制跟现在的自动交通的这个体系有一点点差别 目前的自动交通的体系呢更多的是被动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通过信息的采集去发现当前交通的一些状况 呃 然后呢通知交警通知这个管控方去解决相用的这些问题 这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当我的交通事件已经发生了之后 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这种解决方式在交通里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因为所有的交通的状况更多的是当前或者说是呃 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相互作用产生的一个结果 我如果不能预知呃参与者的这种主呃动态和诉求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我的各种的交通广东设施可能会失效 呃在欧洲呢期望从2030年到2050年之间呃 呃他规划了一个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呢当然是以CV2X为基础 呃以这个车辆的智能化呃为方法 共同的呃最后形成一个车路协同的呃交通环境的主动控制系统 这是欧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么回到我国呢基本上我国从国家到地方 呃从科技部到交通部实际上都在推动呃智能交通和其他领域的一个深度融合 比如说在18年的时候国家呃发布了这个加快推进新一代国家中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的一个通知 那么到了18年底的时候呢就已经明确了5.9这个频段用于V2X的这种体系呃 呃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明确呃未来将以CV2X为基础来构建我们的呃车联网的这个体系 那么到了19年的时候呢国家又推出了一个车联网呃主要是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呃到20年初的时候这个行动计划进一步扩展成了一个智能汽车的一个创新发展国家的一个战略 呃这种战略呢实际上是从呃车的角度进一步把车联网进行了一个呃内容的一个具体化 也就是说除了CV2X呃国家也希望通过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去进一步推动整个交通环境的升级换代 尤其是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家进一步发布了这个5G新基建 特别是在5G新基建中呢呃4月份的时候呃高高技术发展次的司长5号呃在打记者问的时候重点提出了说5G 新基建那么新建内容是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建融合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种基础设施包括传统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时呢还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转移升级 其中点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一是智能交通的基础设施 另一个是智慧能源的基础设施 实际上智慧能源和智能交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因为现在我们在推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电车啊 那么这种电车在电网里面呢更强调它的这种分布式电源的这种这种体系 所以说智能交通和智慧能源结合在一起呃将形成未来的我们5G新基建的重要的这个建设方向 由此可见我们国家对智能交通呃也是非常重视 或者说呃今年开始呢呃基于5G的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网络 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投资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OK那么呃这种刚才也提到说自动驾驶和5G的这种智慧道路将更紧密的结合 那么自动驾驶和5G自动驾驶道路它的特征和它的方向或者说自动驾驶对自动驾驶道路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自动驾驶道路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这个自动驾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自动驾驶呃我们需要承认不管是国外的美国欧洲都把自动驾驶当成未来的自动交通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国呃这个这个智能网络汽车的这个发展战略也承认这个自动驾驶将成为交通中的一个重要的总成部分 所有的交通元素最终都将发展成为自动驾驶的这个方向 那么自动驾驶在美国呃国家高速管理局呢 它之前的这个自动驾驶分级和国际车路公众协会的不太一样 目前大家已经规定到了一起都分成了五级呃如果包括这个零的话那么应该是六级呃这五级自动驾驶呢 基本上解决的实际上是从车辆的辅助驾驶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到多多度自动驾驶 它实际上是这种车辆的嗯控制能力或者是车辆自身控制能力的逐渐的升级 只不过是到了四级和五级之后呢 从四级到五级有一点点差别 因为原来的这个国家高速管理局的这个等级是四级 所以16年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一说无人驾驶啊 这种驾驶说的都是四级无人驾驶 那么从四级到五级为什么多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四级要解决的 本来想解决的是全环境中的这种无人驾驶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种全场景全环境是有问题的 我可以很容易的解决特定场景下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 但是我的这些自动驾驶的这些逻辑如何去适应 无限的场景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呃最后又多了一个五级 五级期望的是在各种场景下 不管是道路条件是什么样地理条件是什么样 环境田园是什么样 在各种条件下我们都进行了深度研究之后啊 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自动驾驶 那么呃为什么从四级又分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五级 根本原因就是单车的这种无人驾驶 目前业界的一个共识是单车的无人驾驶遇到了一些瓶颈 基本的瓶颈就是我单车的中和态势的这种认知和决策 实际上是受限于我单车的这种信息采集能力 呃正常的无人驾驶 我一般会包括交互式的认知 我的主动的这种环境态势的认知 我对车自身的这种姿态的认知 和我一些记忆性的也就是我曾经呃经历过的 然后呢我的停车啊我的拖显啊 我对当前那些路况等等这种记忆的认知 是包括这几种认知方式 而记住这几种认知方式呢 传统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是通过自身传感器 比如说我车上所搭载的摄像头 激光雷达等等这样的传感器来进行相应的认知 这种认知面临了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包括我的计算能力的差异 我自身的传感器本身能力的受限等等 所以前两年的无人驾驶虽然说很火热 但是呢这个17年的时候 国外的一篇研究就已经指出了 目前的无人驾驶实际上不但没有真正的解决安全和效率的问题 反而还比其他的这个事故率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这种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单车的这种感知经驻的受限 也就是说你即便配备了再多的传感器 你传感器毕竟在车上的这种传感器你的视线是受干扰的 这种阴影拐角等等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同时的单车的这种计算能力的不足呢 又导致你的单车配备了大量的这个计算设备 仍不能足以解算足够精度的这种 或者足够安全程度的这种周边的环境和态势 最简单的比如说红绿灯的识别 早晨傍晚中午等等 这种不同的自然条件都会影响我们红绿灯的识别 也许深度学习的计算法能够使红绿灯的识别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96%98% 但只要你有1%0.1%的识别错误 很有可能就导致你闯红灯 当我们的这种车流每天是数万通过这个交通路口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有几辆车 甚至十几辆车闯红灯 这对安全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隐患的 所以说这种这种认知精度和计算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是影响了单车的这种决策的 那么相应的我的单车的认知范围局限呢 是说我当前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试据范围 试据范围影响的我的预判能力不足 我目前说我的所有的车应该是主动驾驶 或者说是这种主动性的防御驾驶 这种主动性的防御驾驶 依赖的是我这周边开始的一个认知能力 那么这种单车的传感器 如果不能突破失去范围的话 最典型的比如说鬼山头 行人闯户绿灯等等 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不能预先的去判定的话 那么都会导致我的车的这种决策 可能会产生失误 因此在18年左右的时候呢 美国提出了一个自动驾驶3.0 那么这种自动驾驶的3.0 它着重提出的是未来的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应该是协作式自动化与网联化 这和我们国家在18年底 19年提这个智能网联汽车 实际上是相对应的 就为什么无人驾驶从一开始的单车的这种无人驾驶 最后要演变成智能网联汽车 根本原因就是希望打破单车的这种计算能力不足 认知范围局限这样的根本的问题 打破这个根本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如果通过多车的协作和车路的协同 能够更准确的去认知周边环境的状态 我们也许能够解决一些单车 感感器所存在的不足 所以美国在18年提自动驾驶3.0的时候 重点把这个未来的自动驾驶 重点把发展方向确定为协作式自动化 协作式自动化和网联化 那么他们预期在18年底能够有18000辆车 部署这样的协作式自动化的这个设备 那么有一千个计算师能够部署 这样的录册的这种计算师 希望到2000年的时候呢 能够有50个州去部署这种红绿灯向位的这种通知机制 这是美国的自动驾驶3.0 那么当然了 美国提自动驾驶3.0的时候呢 当时DSRC和LTV2X还处于一个竞争的阶段 那么 实际上目前 欧洲和我国基本上都已经把CV2X当做了未来这种网联化和车路协同的一个基础 DSRC应该说只能是一种辅助 美国目前呢 在提自动驾驶3.0的时候 还是以DSRC为主 要深入实验CV2X 这两年应该说CV2X也在组件的增长 我们从这个表上也能看到 CV2X这个体系和DSRC体系有一些不同 DSRC这个体系呢 是从原来的80211这个体系也经过来的 由于美国 它的4G的这个竞争呢 实际上是输给了欧洲和中国的标准 所以说呢 因为原来美国是希望基于WiFi的这个体系来构建的 由于这个标准失败了 所以说呢 目前的CV2X 这个体系更多的是以3GPP 3G 4G 5G的这个规范去演进下去的 从这个体系来讲呢 5G 它的增强的移动宽带 高可靠低视野 海量的机翼通信 它的一些特征实际上是和CV2X的一些基本的需求 是相匹配的 比如说我们的车的速度高 大量的车辆的这种通信 而且呢 在交通环境下 它希望高可靠 低视野等等 这类实际上都是5G的典型的应用场景 因此CV2X和5G之间能够有一个相对平滑的眼镜 它的后继的这个眼镜路线 比如说从现在的LTV到今年应该已经标准化的LTE的EV2X 就是扩展的V2X 再到5G今年是第一个标准 到明年应该出第二个标准 基本上相对成熟 那么这种NRV2X它的眼镜是比较明确的 同时呢 传统的DSRC和LTV2X指标是相近的 比如说相应的食言都能做到毫秒级 带宽呢 都能做到从几百K到几十兆 基本上的一个带宽速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在18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这种对比的实验 从各个角度处理的食言 容量和带宽速率等等 LTEV2X都比DSRC容量更大 从这个角度讲 未来的CV2X体系将基于LTE和5G的这种NR来构造 来构建 这一点应该说是无人之一的 我国也将以这个技术线为主 当然有了车路协同的这种通信技术 除了这一点 还会有一些别的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车路协同 难道就是部署一个LTEV2X就可以了吗 我的LTEV2X是不是就附属于无人驾驶 来支撑无人驾驶就可以了呢 我们目前从美国的那个自动驾驶3.0 他当时提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协同的自动化 一个是网联化 那么这两点我们实际上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也就是说协同自动化 它的侧重点到底是协同还是自动化 网联化它的重点到底是车去联网还是车连接网之后所形成的那个车网 这两点我们可能需要深入探讨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强调的自动化或者是强调的是自动化需要引入 那么这个重点是放在车上的也就是强调的是车本身要 协同化车本身要网联化 那么从更宏观的这个交通的角度来探讨的话 交通不只有车啊 这个路面上还有行人有自行车 有其他的轻就是有摩托车这样的机动车和其他的飞机动车等等 那么交通也不只是车的交通 未来的大范围的这种交通还包括地铁啊 飞机啊等等其他的交通工具 因此我们说从整个交通的这个体系来考虑的话 未来的交通体系更倾向于协同化 也就是说未来的交通体系是需要我们的路面 我们的整个交通的管理体系去支撑协同化的车辆和协同化的多交通元素 那么这种协同化的多交通元素的协同结果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交通的环境更加的优化 去主动刚才说的欧洲的那种期望是主动化的 主动性的去优化交通状况 而不是被同化的应对交通的变化 那么相应的车联网来支撑的是什么 车联网来支撑的并不是车要联网 车联网并不能解决交通的问题 目前的车也是可以联网的对吧 目前的车我拿个手机放在车上也是能够联网的 但是这并不能本身解决这个交通本身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的网络化的车辆如何进行协同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呢 从交通的这个角度来讲 协同自动化和网联化的车更重要的是 构造一个车路协同的网络 能够使多交通元素协同自动化 是这样一个解释 因此在19年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提出了一个智能网联道路系统的分级定义与解读 虽然已经提了一个智慧道路的这样一个分级 但是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智慧道路如何去支持自动驾驶 如何去支持自动驾驶 而不是本身的智慧道路或者说自动交通本身的这个内容应该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智慧道路的构建还应该回归到交通的这个本质 交通的本质实际上是人车路环境的一个智能协同 人的出行车的流动和路的管理及最终整体出行环境的这个协调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体系里边呢 我的智慧道路本身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我交通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车之间如何去协同的问题 比如说人车之间我如何通过这种车载的信息服务去面向驾驶员提供辅助驾驶类的服务内容 那么车和路之间呃我如何通过路侧的这种智能的呃 基础设施去提供红绿灯的配时路口的通行的控制快速冰箱的引导 举绿拨带的这种协调等等去面向智能交通去面向这个交通的管控去提供路面资源的调度服务 相应的这是对路次啊如果是对车车的话相应的是我如果要针对无人驾驶自动驾驶 我如何去提供路面的这种高径的迷途和路面的高径度的路面态势 通过这种超视距的高径度的路面态势去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超视距的认知啊辅助他的决策 从人和路的这个角度来讲 人是本质上还是要出行 所以说呢我是如何去占用路面资源 我如何提供出行的这种 mobile service这样的出行机服务 未来的这种共享的这种出行服务等等 我去完成个人的出行的规划 从整体交通环境的角度来讲呢 我如何通过人车路的整体的这个信息的采集 去挖掘整体的交通态势去建立 比如说城市大脑去提供政府的认知和政府的这种规划类的服务 所以智慧道路如果从整体中交通的这个角度讲的话 智慧道路所要支撑的实际上是如何去支撑人车与我的路进行协同 我路所采取的这些些如何去支撑环境的这种认知 整体环境的认知 这是智慧道路所需要解决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那么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纵驾驶3.0 当时所提的协同自动化和网联化 那么如果我们从车的角度去谈 是车本身要协同化 车本身要网联化 那么如果我们从路的角度去谈的话 是我们在路面上的大规模的交通元素 人车要网联化 要协同化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现在的交通系统本身 它没有任何的智能 但现在的交通系统本身实际上是多人智能的相互协同 是人的相互协同 因此我们说这种交通系统本质上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智能的系统 所谓的群体智能 有很多种英文 有的叫Swarm Intelligence 我在这叫Coperative Intelligence 更强调它在这种协同的这种行为 因为交通系统本身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群体智能系统 它是希望通过协调多个智能的个体 去保证人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或者是我的物我运送的货物能够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同时呢我去通过协调多个交通的这种个体呢 去保证我的交通的稳定和均衡 稳定和均衡最终解决的是交通效率的问题 从微观上呢 就是协调我单个车 我应该如何保证车的安全性 从中观上 我解决的是路口或多个路口 我如何去高效的协调 去实现交通的效率 从宏观上呢 是我的整份的路网 我如何保持一个稳定的交通态势 这是交通的本质 那么针对这个交通的本质呢 我们实际上提出的是 我如何去协调 感知通信和计算的资源 去完成智慧道路的这种安全和效率的群体智能系统 如何去协调群体智能之间的这个智能的协作 我们需要感知通信和计算的深度如何 那么感知是什么呢 是多种新型的这种感知技术 比如说原来的上头 目前比较流行的这种微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等等 通信呢 是算在的一种通信 从原来的3G4G到未来的5G 甚至是6G 计算呢 是早期的传统的计算能力和这几年更加火起来的这种深度学习 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这种计算能力 因此这个未来的这个智能交通系统或者是未来的智慧道路 本质上是一种综合了高中国感知 放在移动通信和这个更广泛的人工智能的多车路群体协同认知与角色控制的这个技术 那么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单个智能体的认知问题和多个智能体的这个协同问题 那么对于单个智能体的认知来讲呢 是我需要结合主动 也就是我单智能体本身的这个感知能力和被动 也就是说我的路侧通过它的超视距的这种 或者说是中立的第三方的上立视角的这种感知能力 给我的车给我的智能体去提供的这种感知能力 这种主动物价被动融合的感知去解决超视距认知的一些问题 同时呢基于5GCV2X这种放在移动通信 去解决多车路之间如何进行协同 甚至于多路之间如何进行协同 去解决安全和效率的问题 最后呢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些实质计算 包括我们的无人驾驶一直提的是人工智能 好目前的智慧道路实际上也需要结合 大量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实质计算 去解决控制的这种实质性 准确性 那么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体系下呢 智慧道路实际上需要完成 从原来的被动的信息感知和信息服务 是面向人的信息服务 到未来主动的信息感知和面向路的 比如说面向车 面向路测的技术设施 面向物的这种主动的交通管控服务来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从刚才说的感知通信计算三个层面来总结的话 会是这样三个方向 一是从原来面向人的通信到面向物的通信来转变 这个是需要依赖 放在的这种移动通信系统 比如说未来的5G和CV2X 甚至于未来的这个低轨的卫星广播通信 因为未来在比如说边疆地区 除了城市以外的智慧高速 它需要用到穿过沙漠 那个地方你去建设大规模的这种长距离的光级通信 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低轨的这种卫星广播通信来提供服务 这也是未来的6G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方向 未来的6G应该是天地一体化网络 这是从通信的方面 也就是从通信要解决多种制式 多种模式的算在的通信体系 从感知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传统的感知可能就是建壁楼电视 建卡口 不管是ETC的卡口 还是抓拍的卡口 它实际上都是面向人来提供服务的 那么未来 这种群制感知系统需要的是面向物 去做多元主被动箱融合的多元融合感知 那么多元融合感知的结果 能够为车能够为路侧的技术设施 去提供相应的这种 全面的动态的实时的 路面的细利度的交通状态 计算方面 我们传统的智能交通或者路侧的技术设施 更多的是一个CPS系统 更多的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比如说卡口的抓拍 红绿灯的信号 它更多的是基于人的预期的一些知识 去定义到系统内的一些内容 而未来需要从原来被动的这种 人的固化知识 转化为一个群制协同系统 是一种主动的管理系统 我基于人工智能来构造车与路侧系统 我的云端系统的这种智能的协同 通过这种协同来完成车车的安全和车路的效率问题 最终解决我整个交通系统的开始均衡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认为这个基于CV2X的这种 或者是支持CV2X的这种 智慧道路的体系 应该大致分为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底层的感知执行层 包括我们的车 重驾驶车 也包括我们路侧的智能的技术设施 当然也包括参与到这个车和技术设施中的人 比如说驾驶员或者是交警等等 那么在感知执行层 它主要解决的是人车路环境的这种感知问题 包括直接的感知 间接的感知 我的群制的感知等等 来感知人流车流物流甚至未来的这个能源流 在感知执行层之上是放在网络层 这种放在网络层可以整合我们目前的 移动互联网的这种技术设施 传统的企业网 专网这种技术设施 还将整合最新的CV2X的这种体系 甚至未来的天体化的网络体系 那么通过这种多智式的直通的通信 网播的通信 蜂窝的通信等等 去完成放在意义上的信息流的交换 在这个体系之上呢 第三个层面是协同计算层面 协同计算层面更多的是完成 我基于空间位置 基于我的时间关系 甚至基于我的社交关联 去完成多个智能体之间的协同 刚才说的这个协同解决的是多车 多车路多车系统之间的这种协同 那么这种协同传递的是什么呢 传递的是我的不同智能系统之间的知识的共享 就是知识流和我的控制流 我如何来进行相互的协调决策 那么最上面一层是开放服务 这个开放服务更多的是为我的人 为我的系统 为我的这个城市大脑 进行服务的能力的提供 这种服务能力提供 主要是知识的可视化 和这个我的相应的认知结果 这种认知结果可以用来呈现 整体交通态势的这种演变 供人来理解 或者是供这个城市大脑 进行认知和相应的这个决策 所以在开放服务 多系统之间所传递的是相应的认知流 系统和人之间传递的是认知流 而不是简单的感知 是经过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认知之后的 这种结果和相应的这个决策流 那么在这个体系下 未来的智慧道路的分级呢 我们认为大致分成这么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当前的 从没有任何智能的道路 向信息化道路所转变的几个分级 初步的信息化和未来的 能够主被动融合的这种信息化 之后呢从第三季之后呢 实际上它的思路就转变了 也就是说传统的智慧道路 或者说之前从无人驾驶 从重驾驶这个角度去看智慧道路 它所期望的是智慧道路 能够给无人驾驶更多的 更详细的信息 而我们从交通这个角度 来看智慧道路的话 从第三季之后 更多的是我如何来建立多车路 协同系统的网络支撑 通过这种网络支撑来协调 路侧的智能和车载的智能 如何来协同完成更安全和更高效的 这个交通制组织 这是所谓的主动控制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诉求 就是交通从原来的被动的感知 向主动的交通组织来转变 稍微形象化一点呢 大概是这样 从零级到二级 是从原来的完全没有任何信仪化能力的道路 像装了一些电子警察这样的初步的信仪化 到未来我装了数杂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路测的旧 车车去全面的感知路面交通状态 然后呢 我通过RCU把一些比如说我的红玉灯的倒计时信息等等 直接传递给车 这些实际上都是为车提供相应的智能辅助的这种服务 是面向车去解决它的超视距的认知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并没有车和路之间的协同 并没有车和路之间的协同 它调度的只是信息流 把相应的信息结果发到车上而已 而到了第三集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就变了 那么第三集之后更多的是我的人 因为初期可能还不能完全排斥掉人 所以说初期应该是一种人在环的这种垂直场景的一个自治 我在特定场景下 比如说最典型的交通路口 我在交通路口去协调 多个车和我的路侧的这个控制事实 通过他们之间的协调来辅助进行车如何通过交通路口的决策 我的路侧如何去调度多个车之间 我如何来调度车 以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速度 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通过这个交通路口 去最大化交通路口的决策量 那么到了第四集呢 是有监督的系统内自治 也就是说到了第四集之后 我的人已经不需要参与整个这个特定场景的这种交通决策 我可以由呃多车和路之间自主协同去决策 去探讨我如何去协商 我如何通过交通路口 我不再需要人自身去进行知识的这个注入 人只需要去监督就可以了 去判断是否有相应的问题 如果有相应的问题 人再去相应的去解决 而不是人时时在还的去进行相应的这个 处理的决策 到了第五集呢 是全车路系统的协同决策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第五集之后呢 将会是整个交通状况的自组织和自协同 这是智慧道路的一个发展状况 当前的智慧道路呢 应该说仅仅解决了 我的路面信息状态的认知问题 和我的当前的这个认知结果 向所有的这个车辆的分发问题 所以目前应该仍处于第二集和第三集之间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期望我们的这个智慧道路是 努力往第三集方向去演进 目前的智慧道路的这个群的感知系统 目前主要完成的主题上是三方面 一方面是从车载 包括车载的感知设备 车载的高精度定位设备 那么多车之间可以通过V2X 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 初步的这种协同 同时呢 车载的感知与路侧的感知进行主被动感知的融合 路侧的信息可以发到车上 供车进行超视距的认知 车的信息 比如说车的高精度定位信息 可以发到路侧 使路侧对整个交通状况 有更准确的这个把握 因为LTEV2X可以对车进行持续的准确的这种跟踪 我的这种主动的这种跟踪和我被动的通过雷达 高精度的这个激光雷达 或者是摄像头等等采决的信息 融合了之后 能够产生一个路面的最为准确的高精度的一个态势转变 态势演化 通过这种路面的高精度的态势演化 我们可以分析出未来的交通的发展的趋势 通过这种发展趋势反过来再去 对整个交通状况进行相应的判定 以支持我们未来的主动的这种交通决策 这种体系呢 我们把它称为基于群质感知的一个 主被动端源的融合感觉系统 融合感觉系统 那么他们可以分别部署在车端 边缘侧和云端 车端主要完成微观的车周边状态的感知和认知 路侧呢 主要完成 借关的整个路面交通状况的态势的认知 而云端呢 完成的是更宏观的整体交通状态和交通演变的一个规律的认知 这是主被动多元的感知融合 相应的感知融合的目的是进行协同控制 这种端边云协同的协同控制 主要的体系是包括我车载的这种群体计算单元 我通我实际上是通过我自身的认知和我通过路侧给我这种超视距的认知 相结合去完成微观的个体驾驶的决策去控制我车的运动 路侧的边云计算单元通过车和路之间的协同 及多个路侧设施之间的协同去完成单路口路面交通状况的控制和多路口交通状态的协同 比如说最简单的滤波带滤波引导 那么路侧可以通过我对多车的这种实时的持续性的监控去协同我的车如何进行通过红绿灯的这种引导 智能引导去解决我多个方向的这个车之间可能潜在的这种冲突交通的拥堵等等这类的问题 那么在云端的群制计算服务呢 是通过多个边缘群制计算单元所获取的这些信息 即我对整体交通态势的演变的一个判断 去反馈给路侧的群制计算单元去如何进行局部交通状态的调控 这样的话中端边缘和云端就形成了三级的一个自反馈的一个体系 去通过我微观的个体驾驶决策影响我单车的安全驾驶 通过我界观的局部的这种交通引导去协调多车如何高效的进行局部的交通的效率 去解决局部交通效率的问题 通过我全局的宏观的这种城市交通状态的演化 判断与分析去反馈给局部的这个交通控制系统 去协调我多个区域之间如何引导交通流 通过这三层面的协同去最终完成 我的多交通元素之间的交通流的引导和协调问题 这是智慧道路的一个群制协同的一个体系 OK最后呢是谈一下我们目前的智慧道路的演进的状况 存在的一些问题 目前的智慧道路呢实际上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从最开始的先导区再到一些示范区 再到去年的时候提到交通交通强谷的这个试点单位 在逐步的进行推进 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家已经完成了这种交通强谷的建设试点单位 但是目前的这个交通强谷的试点建设呢 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家提的更多的主要是智慧道路和智慧高速 因为智慧高速刚才也提说 无人驾驶在短期内还会有些问题 所以说呢很多人专家业内的专家吧 大家一个共同的思路是 目前的无人驾驶还不能在城市道路这种处杂路况条件下 进行大部分的推广 他需要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一个环境 所以目前的这个高速就成了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高速上他的这种交通场景比较简单 比较单一 而且呢高速上可以去做良好的这个路线的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当然那个高速上还有更好的一个这个盈利模式 可能更清晰一些 所以说目前都选择了高速作为智慧道路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翻转方向 比如说杭瀉勇 他希望在2022年通车的这个智慧高速 就将希望能够支持这种驾驶去构建多车队的协同 构建全路段的这个自由流收费等等 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中呢 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实践 因为普通的城市道路比高速 他的路况更加复杂 所以说他的这个实验的场景也会更加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在许昌做了这种自动驾驶的实验 在南京呢 做的是一种智慧公交和远程驾驶的系统 在天津做的是这种商用车的对类行驶 这种实验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厦门和杭州的两个实验点 厦门的实验点是快速公交BRT的这种实践项目 去演示在相对因为厦门的这个BRT呢 是大部分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这个路段 与高速有一点点像 当然他也会经过多个交通路口 杭州这个呢是普通的开放路段 开放路段 那么他的场景会更加复杂 在这种体系下 重点去试验 路侧如何为车去提供超视距认知 如何通过路侧的认知和车的主动认知 相融合来实现主被动融合的超视距认知 解决安全驾驶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在路侧通过提供路侧的这种边缘智能 去协调车如何经过交通路口 如何更高效的经过交通路口 未来呢 我们还将在杭州这去演示验证 如何进行路口的多交通 多方向交通流的自主协同 这是在杭州的构建的一个端边云 层次化的一个群体协同的可能体系 主要包括中端层 边缘层和云端层 通过在路侧部署智能化的ICU和边缘智能 去解决多车和多车路的协同问题 通过在云端部署云端的智能去解决 因为我们杭州有一个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的特点 杭州呢是由城市大脑和交通小脑 那么我们希望在云端层呢 去部署这种群质协同的云端智能 去协调边缘智能 然后为城市大脑和交通小脑 去提供相应的智能化的治理能力 去作为城市大脑和交通小脑的神经网络 将人工智能的这种交通控制延伸到所有的路面和所有的智能东端 车载东端 最后谈一下现在现成的一些问题 目前的基本的问题呢 是这和无人驾驶它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有一点点区别 无人驾驶所面临的问题是渗透率的问题 多车的协同面临的是渗透率的问题 而路侧的这种基础设施 面临的是我的基础设施构建的建设的之后的这个问题 原来的道路基本上是铺利从利清就可以了 但是未来的智慧道路需要解决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的部署的问题 因此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之后 将极大的影响未来智慧道路的这个演示验证 这样的一个呃呃能力 那么这是其一 其二呢是传统的智慧道路 或者是传统的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呃更多的是建设 呃建设完了之后做一些基础的演示验证 并没有解决如何去运营 如何去把这些基础设施用起来的问题 这也是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呃相应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了之后 我如何去 谁去运营 如何去运营 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 它的商业价值在哪里 嗯 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待商榷 第三个问题呢 是规模用户还没有出现 嗯 智能网联汽车呢 更多的是车的渗透率 目前的国家的5G新机舰可以保证各个地方去建设一些这种示范区 但是建设了示范区之后会面临我的机路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我车载智能设施不匹配的问题 在我们建设了呃全面的路测基础设施之后 我所使用这些技术设施的车太少 这些车辆的少就导致我的技术设施并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并不能解决我的真正的解决交通的引导问题 因为能够服从我引导的车太少了 第四呢是这种跨界的协同的不足 呃也就是说我的传统的交通的建设 由我们的交交通局来主导建设 交通的管理呢由交管局来主导管理 投资呢地方政府来投资 呃他所使用的传统的这个计算设备通信设备 呃不能叫七国八制吧 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设备各种各样的型号 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有 甚至于呢我们传统的交通技术设施 对通信能力的使用实际上是落后于很远的 我们现在的通信能力 比如说4G 5G发展的已经非常的长俗 而我们传统的交通的技术设施 它的通信能力利用的都很弱 很甚至于2G 3G时代的那种通信设备设施 那么这种跨界的不足导致了传统行业和信息通信行业 呃计算机行业 它的融合的融合的不足 融合的不足导致我们的这种 呃对通信 对计算 对这种行业 它的结合 呃没有真正做到很深入的结合 很深入的结合 由此也导致了我们很多的交通技术设施 更多的是一个简单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能化的网络协同服务系统 这些问题呢 都期望在未来的一两年 我们在进行呃 智慧道路建设和运营的时间过程中 逐步的去发现去解决 然后有待于未来的呃 无人驾驶 重用驾驶和我们的智慧道路 真正的结合在一起 去构建一个真正的理想状况中的未来的交通服务网络 OK 以上就是跟大家的一些分享 好 谢谢大家 OK 看看推过来的问题啊 嗯 第一个问题 在建设智慧交通的过程中 很自然会涉及到产业分工问题 具体到技术层面 请问如何确定某项技术 究竟是该配在云端 还是配在车端 呃 车企和交通部门之间的技术布局 该如何协调 OK 呃 这个问题 先先谈一谈 到底应该配在云端 还是配置在车端 呃 先明确一下 车端和云端 到底它的需求是什么 呃 我们一般认为呢 在车端 首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 驾驶的安全性 这个意味着 呃 车载的这个智能 应该是最终的驾驶决策的这个决策者 呃 路侧的智能呢 并不能取代车端的这个最终决策 因为毕竟车和路之间是一个无线通信 无线通信由于干扰啊等等 更能干扰的原因啊 总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这个路侧的最终决策是不能取代车端的最终决策的 最低限度的保证驾驶安全的相关的技术 比如说多传感器的这种融合感知啊 呃 融合认知 呃 V2V的这种协同 呃 安全驾驶的这个智能决策等等 呃 这是 就是重点解决这个偏向于安全驾驶相应的问题 这是应该配置在车端的 那么相应的路侧和云端呢 去配置一些更复杂的 比如说更复杂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认知 呃 这种群体智能的决策等等 偏向于这种超视距认知啊 呃 交通效率的这种协同决策啊等等 相应的这些技术 我仍然可以配置在路侧和云端 因为它可能对计算量需求更大 呃 这个存储啊 呃 计算啊 通讯需需求比较大 所以放在这个路侧会更合适一点 那么最终呢 可以通过这种多车或者是多车路的这种协同 呃 由车端的智能和云端的智能 共同来解决这个车的安全和那个驾驶交通的这个效率 呃 至于车企和交通部门之间 呃 技术应该如何布局呢 呃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呃 对于一个完整的 交通指挥控制或者交通调度来讲 我们可以认为它包含几个环节 感知 认知 通信 决策 控制 至少在感知认知通信 这几个环节上呢 车端和路侧或者说车企和交通部门之间呢 应该说呃 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很多技术是可以共享的 那么在决策和控制这两个环节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呃 而交通部门呢 或者说这个真交通的这个建设单位呢 可以更倾向于完成入测的比如说多传感器的感知融合 呃 今年呃 也会重点放在这个5G CV2X等等 当然了一些这个传统的车企可能会稍微保守一点 一些造车的新势力呢 可能会这个激进一点 嗯 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可能就会更保守一点 呃 当然相信呢 这个车企还是需要这种社会道路的辅助 呃 道路交通呢 也需要呃 智能车辆的这个参与 最终呢 这个两者能够呃 共同的找到一个在车路协通方面 找到一个技术上的交集 呃 这是大概第一个问题 呃 呃 下一个问题 看啊 北京市曾在谈到开放实际测试道路时提出 有些公路并不属于北京市管辖范围 因此难以放开 如今各省市之间都在开展之后交通的建设 请问临近的省市之间如何解决跨地区的建设问题 啊 未来是否会形成区域发展 啊 比如 京津记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这样的格局 嗯 这也是个 这是个好问题啊 这个 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吧 我们传统的这个交通呢 实际上都是一个属地化的这个管理 这个属地不仅仅是地区 实际上我们的城市道路和 呃 高速这种公路啊 也属于不同的这个管理体制 甚至于我们城市道路 在一个城市内啊 不同的道路也可能属于不同的这个管辖 嗯 这可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吧 呃 我我相信在短时间内 甚至未来可预见的这个十几年啊 可能也都不太容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呃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交通安全交通效率实际上有很强的这种时空 时空相关性 这种时空相关性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 嗯 比如说北京市三环拥堵和北三环拥堵 和南三环拥堵 实际上关联性没那么大 没那么强啊 呃 它是由这个局部的这种时空相关性的 嗯 呃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智慧道路或者智慧公路的这个建设 主点的展开 然后呢 点再连成面再逐步的去扩展 从局部扩展到全局 当然了这种大规模的交通调度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嗯 呃 想一下子就扩展到走着城市的这种协调调度 甚至于说多城市的这种协调调度实际上不太 不太现实的 呃 目前呢 学术界也在研究 但是目前还没有很成熟的这个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我目前呃 而且城市是很明显的城市内和城市间是相对来讲是相对呃 呃 有有区隔的 有区隔的 所以我认为呢 目前可能并不一定非得需要大规模的这种城市的协作 呃 目前最迫切的应该说是在局部的这种地区啊 在局部区域做这个技术的实践啊 做效果的这种验证 然后呢 逐步的去扩展 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说 好 我的出路协同 我的智慧道路就应该是一二三 目前还没有这个 还在实验过程中 呃 相应的呢 以后再进一步扩展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比如说类比于ETC 早期的ETC实际上也是在局部路段九州地区进行验证的 当它成熟了之后呢 去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做ETC的这种全国联网 呃 当然它的前提和基础呢 是这个标准化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电信运营商来举例的啊 电信运营商是有一种基础性的 比如说转信打电话 这叫基础业务 这种基础业务是需要全国保持一致的 同时呢 各个地区或者是各个不同运营商 还会有一些增值性的这种业务啊 它是有一些个性化特性化的这些业务 那么我相信呢 这种局部的这种验证逐渐成熟了之后呢 自然仍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服务是基础业务 什么样的服务是增值业务 然后从局部扩展到全局 进而形成这种多省市的这个地区联动 那么未来是否会形成区域的发展呢 我相信这个因为刚才说了 它是一种时空相关性这个比较强的 所以说呢临近的省市应该说是比较快的能够联动起来 至于是不是精金记忆常餐长 助餐长不好说啊 因为现在各个城市都在进行实践 北京上海和广州呢 恰恰不是走在最前面的 OK下一个问题 您提到车联网车路协同 最大的商业价值不在于产品 在于持续运营 但这块基本空白 请问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您有何建议和意见 OK 先声明一点啊 不是说这个产品没有商业价值 我们的智能交通 做了这么多年啊 有很多好的这个产品 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说 目前的最大的瓶颈 实际上是不在某一个具体的产品上 有很多的好的产品 但是呢 受险于我们传统的智能交通 它的管理体制啊 它的服务体制啊 都不是特别的明确 所以呢 它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运用模式 这也是近两年很多这个专家都在提 说V2X我们要炒这么火 但是V2X 它的基本运营模式是什么呢 现在处于探索不同中啊 嗯 实际上我们可以还拿和运营商来类比的话 我们的交通网络 也是一种复杂的网络 和我们运营商这种网络是类似的 通线网络有一点的相似性 它都是一种网络 呃 它都依赖于这种全程全网的认知啊 调度啊 和服务 那么传统的这种各种交通产品呢 可能过于依赖这种单点的自控 它可能更牵涉于一个 呃 体内循环啊 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呃 它比如说这种信号机联网 呃 单纯的一个信号机在当前的路口 呃 去这个检测 然后呢 去改变这个信号相位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啊 当然也有很多的想做信号机联控的 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 怎么样去联控的这个问题 呃 自然有很多的技术本身的问题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另一点是说 呃 它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运用模式呢 是因为呃 比如说传统的信号机联控 呃 它更多的只是一个封闭的管控 而并不是一种开放的服务 不是一个开放的服务啊 那么信号灯的这种联控 只是为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 希望为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 去提供一个交通管理的系统 但是大家要知道交通管理部门 实际上本身是没有动力去做所谓的服务的 既然没有这种动力 这就意味着大众实际上是看不到 呃 也没有动力去丰富这种服务 那么它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商业运营模式啊 呃 所以这个未来的智慧道路呢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也认为它是否能做一个体内的这种循环 可能就更需要一个类似于运营商这样的一种平台建设的管理和服务者 由这个 由这个管理和服务者来为政府 为大众啊 去提供相对服务啊 这个基础设施的运营 基础设施的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服务 这样子才能向其他的这种公司啊 去屏蔽掉底层的复杂性 增强大家去做一些这种业务的面向大众业务的这种兴趣和可能性 当然因为交通系统这种复杂性呢 这种运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这个技术和用户的这种培养啊 但是我相信呢 呃 近两三年吧 应该能看到一些这样的进展 当然那个中国信科 就是说党类信通这个公司呢 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希望以后能有一定的这个突破吧 OK看看后面还有没有 好像啊好像没有新的问题推过来了 OK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